总统大选倒数一个月进入白热化阶段 地下赌牌一样是强强棍 屏东警方就破获了第一起总统大选签赌案 两名装脚分别和蓝绿支持者各拉50万元 以PK的方式向组头签注 没有让票压马英九胜选 赔率是1比0.5 先进直到黄龙 查到名展里大啦啦在玩六合彩签赌 赌的就是总统大选蓝绿谁会赢 组头十口否认但罪证齐全想赖也赖不掉 约谨查到这两名装脚 各拉马英九和蔡英文支持者各50万元赌金 以PK的方式如果马胜选1万赔5000 蔡英文胜选1万则赔2万 总统大选倒数一个月 外船有人下注上千万元 平农第一次查获选举赌盘 就怕只是一个开端